从出生时的摇篮 到嫁娶时的花轿 从抓舟时的草席 到祝寿时的香岸 在位于桥乡福建泉州近江市的 来往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 别出新才的闽南人生无喜文化馆 总是能吸引游客和孩子们的注意 近日 记者走访来往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 了解这里的传承故事 记者了解到 来往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 创建于2017年 在这里 游客不仅能够体验闽南婚喜庆民俗文化 品尝闽南古早味美食 还可以与手艺人一起亲手制作桥乡手工面线等传统美食 基地创始人洪一博表示 创建这个传承基地最初的想法 源自十多年前一次国外旅游的经历 一起出国 出国到韩国 然后到韩国呢 我们倒又一起在讲 就是因为他们 韩国都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 给亲人 朋友 然后把一些比较中党气的 就是欧美国家 比较差的 以前就是都给我们东南亚 一些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美食 很多健康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自己不去挖洁 要去依赖信口呢 洪一博是家族手工面线的第五代传人 也是实施市半首理协会会长 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面线制作工艺的他 也在食品业上海摸爬滚打多年 深知古早味手艺人的痛点所在 当下一个人可能赚个四万块钱 他的利润一天就一两百块钱 然后你再让他做一个很好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当下要做HC 你就要无勤车间 那你要做小座房 你也要捷径车间 但这些老工匠很多就因为收入微薄 他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基金去投入 目前 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 不仅提供干净合规的食品车间 吸引手工艺人入住 免租一年 同时通过传承加旅游的方式 将这些美食与闽南传统文化结合 在提升闽南古早味价值的同时 更好的宣传 传承闽南传统文化 如果他一年赚到钱了 那我的压力就能减轻了 比如说第二年我就能适当收一点贵用 如果他们还不赚钱 我就要再投入 就是说我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 但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些古早味 合格合法化 就是做健康的食品 那我们这些产品做出来 就不会输国外的嘛 在这个过程中 洪一博走访了海内外众多城市 从中汲取传承经验 在一次交流中 他向一位同乡老华侨 分享了自己带去的闽南传统美食 老华侨品尝后激动落泪 洪一博告诉记者 老华侨感动的神情 他一直难以忘却 特别是我们的侨胞 我们的华侨回来 他们都对这个很有感情的 至少他回到了家乡 看到家乡的变化 看到家乡人对我们文化的保护 他都更想回来的 因为他这个是他生他养他的地方 我觉得把这些文化好的 把它保留下来 那跟当下的工业 形成一个相互相成 整个城市 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底印 随着相关设施的逐步完善 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 孩子们慕名而来 到此研学实践的孩子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 亲身体验传统手工面线的制作 玩得不亦乐乎 如现场所看到的我们孩子们 都非常的热衷于这个面线的制作 让孩子亲自的参观 体验实践 有助于他们 在他们的心中呢 加深对这个我们传统文化的 这种热爱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